專家列三大理由 誰說普京不會動用核武? 兩會後沙塵部再次席捲中國 民眾在驚恐中導入 專家事件 馬克龍已成為中共分化歐洲的棋子 加拿大議員說 中共的頻繁威脅反而令台灣躍升世界頭版 中共專家討論在月球上建屋 引發網民嘲諷 蘇菊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越南新聞 我是梓君 今天是香港時間 2023年4月13日星期四 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俄羅斯在烏克蘭陷入消耗戰 普京開戰快15個月 沒有佔領任何領土 同時國內經濟倒退高層分裂 在這種背景下 各界特別關注 普京會不會孤注一擇 使用核武器 美國退役陸軍准將 哈佛大學 以佛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 高級研究員海文瑞安 4月10日贊文說 有大量證據表明 普京會使用核武器 美國國防部必須認真審視 避免誤判 海文瑞安在國會三部贊文說 美國國防部負責政策事務的副科長 科林卡爾 告訴國會 俄羅斯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很低 但是海文瑞安則質疑說 為什麼我們會認為普京不會使用核武呢 明明現在已經有大量證據顯示 普京可能會這樣做 瑞安寫道 西方領導人一直想知道普京有哪些紅線 以及如何在支援烏克蘭的同事 不要越過這些紅線 避免俄羅斯真的要動用核武 但是其實普京從戰爭初期就已經開始威脅使用核武器 它做的一切都是公開的 毫無疑問 它有關核武的威脅是認真的 到了今年頭三個月 普京宣布了幾項措施 令它的核武威脅變得更加真實 首先在2月 俄羅斯宣布暫停參與新戰略武器裁減條約 接著在3月 普京宣布 它將會在白俄羅斯部署戰術核武器 那裡已經部署了能攜帶核彈的 伊斯坎德爾導彈系統 瑞安很尖銳地提出 針對普京在烏克蘭使用核武的可能性 我們認為是不太可能 或者是可能性不到50% 但是當年針對俄羅斯會否入參與烏克蘭 我們也曾作出類似的評估 事實證明我們是錯的 現在我們不能在核武器問題上犯同樣的錯誤 普京除了多次警告西方之外 還一步一步地對內說服民眾 令俄羅斯人民支持俄國政府使用核武器 普京多次對國內宣傳 美國在移戰之中對廣島和長期的核打擊 普京一再聲稱 克里米亞和其他烏克蘭土地屬俄羅斯 所以俄羅斯有理由使用核武器 以保衛自身領土 此外俄羅斯媒體還不停地對國內報道 烏克蘭無人機 深入俄羅斯領土進行襲擊的消息 瑞安提醒說 所有這些說法 無論是真實還是捏造 都是為普京使用核武器提供藉口 瑞安認為一些觀察家聲稱 沒有看到普京有意使用核武器的跡象 其實早已有明顯的跡象 其中包括他在一月份任命總參謀長 雅列里格拉西莫夫為烏克蘭軍事行動負責人 並且任命地面部隊和空軍負責人 為拉格西莫夫的主要副手 根據俄羅斯的常規 拉格西莫夫和他的兩名副手 在地面行動中 能夠控制所有戰術核武器 他們都有權使用戰術核武器 瑞安總結說 普京認為當前的戰爭 是關乎俄羅斯生死存亡 俄羅斯人民誤信了他的論點 並且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他 而且他的軍隊已經做好使用核武器的準備 從這三方面來看 我們怎麼能夠認為 普京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很低呢 繼中共兩會之後 又一輪嚴重的沙塵部席捲中國各地 影響超過15個省市區 根據中共官媒《人民日報》的說法 本輪沙塵部已經跨過長江 抵達上海、江蘇、浙江和安徽等地區 氣象台連續多日發布沙塵黃色預警 因為黃沙漫天 多地民眾的生活受到嚴重影響 4月20日 沙塵部嚴重影響雙北地區 導致重污染天氣 有網友擔憂 由於近期即將下雨 擔心會出現泥雨天氣 也擔憂會有發避炎等疾病 有北京網友發布貼文說 今年的4月就是和沙塵部一齊來的不見天日 令人感到日子真的一天都過不了下去 也有江蘇的民眾發布微博說 落沙塵部就好像食土一樣 晚上根本看不清外面 都刮到江南了 這個沙塵太恐怖了 網友表示 現在在中國很難找到太多的地方 不受沙塵部的侵害 只是排除極少的省份 此前在兩會期間 北京、河北等地的網友 已經經歷過黃沙漫天的天氣 當地居民抱怨說 交通時線嚴重受阻 在黃沙之下 北京好像變成了流難 下面是希望資深記者肥珍的採訪報導 法國總統馬克龍訪中後發表 歐洲不應該因台灣和中國起衝突 不為美國附庸的爭議性言論 引發歐洲各界譴責 甚至聯合聲明 強調馬克龍的涉台言論 不代表歐洲 不過 歐盟執委會發言人馬莫爾 11日就表示 馬克龍訪中是為外交去風險化 不評論他的說法 在記者追問 如果台海的緊張情勢升級 歐盟會不會好像對俄羅斯一樣 對中國制出經濟制裁的時候 馬莫爾回應說 不回答假設性問題 據此 台灣政大國關中心資深研究員 宋國成對本台記者表示 歐盟發言人不做評論 並不表示他贈同馬克龍的所有言行 說他不回答制不制裁中共 這種假設性問題 這種答覆也是合理的 對於馬克龍訪中 是不是對美國和歐洲 產生分化離間的影響 宋國成認為 全世界對於中共 這樣一個分化自由世界的策略 要提高警惕 他說 中共現在就是對自由世界 採取一種分化離間的政策 比如說 他鼓勵歐盟要建立自己的戰略自主 要走第三條路線 你要扮演國際的多極角色等等 就是說 他說他運用一些國家對於中共市場的貪戀 貪戀中國的市場 和經貿的利益 那麼中共就是在自由陣營當中 挑選一些戰略比較猶豫的 或者疏離美國的一些國家的政要 然後來邀請他們訪問北京 所以中共現在推動了實際上是一種 我將它稱之為新朝共政策 就是古代的天朝制度 形成一種萬邦來朝的氣勢 一方面達到他分化自由世界的一個效果 一方面也要提高 他所謂的大國外交的地位 宋國成表示 因為馬克龍是中共一個很好 運用來分化歐洲的棋子 不單單是疑美論 其實馬克龍說的是 尋求戰地自主的脫美論 美國就是看得出中共這樣的一個陰謀 所以拜登和布林肯他們要去英國 去愛爾蘭 還有去日本 乃至於東協國家等等 也是要去抵消和反制中共這種分化自由世界的陰謀 因為馬克龍的相關言論對於美國的抗中戰略 的確產生某種程度的消減作用 宋國成說 雖然還不至於全盤地瓦解美國的對中政策 但難免會出現一些雜音 或是有一些負面的效應 所以美國現在也要立即採取這種彌補的措施 對於這些戰略上處於猶豫不決的 或是貪戀中國經貿利益的國家 希望能夠再進一步將它們拉回來 以免它們倒向中共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進行一種 國際輿論的批判 以避免馬克龍這個帶高樂主義的復辟 或是說形成第二次歐洲的衰靜主義抬頭 針對中共頻頻對台灣的軍事洞嚇 正在台灣進行訪問的加拿大眾議院 國防委員會主席馬海表示 中共的行為反而提高了世界各國 對台灣的關注和支持 它們適得其反 4月10日加拿大眾議院國防委員會主席 自由黨議員馬海率領跨黨派的訪問團 抵達台灣進行訪問 成員包括來自加拿大眾議院外交委員會 國防委員會 以及加拿大中國關係特別委員會等10位成員 12日上午 馬海在與總統蔡英文回面時 直指中共威脅 表示台灣議題就是加拿大議題 並強調希望藉著訪台 學到台灣維持以及強化民主繁榮的方法 據中央社報導 馬海晚間在接受專訪時 談及中共環台軍演 以武力威脅台灣海空域 他表示 中共以戰機、船艦、威脅人民的行為 起了反作用 台灣人早已司空見慣 加上近年來的戰狼外交 不僅沒有達到效果 反而令大家感到反感 他說 我認為他們懂得其反 並且棄稱 如果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會改變策略 馬海指出 以台海例子而言 中共打壓台灣的國際空間 反而增加世界對台灣的關注和支持 他說 過去台灣從來都不是國際新聞的頭版 但是現在是 應該寄信感謝中共領導人 馬海認為 俄羅斯入侵摩克蘭 以及中共對台步步逼進 這些情況令世界各國必須選擇位置 他說 以前我們和台灣只是點頭之交 現在是真朋友 並強調說 加拿大不太可能和一個擁抱擴張主義 迫害人權和民主價值的國家站在一起 近日 中國首屆地外建造學術研討會 在武漢舉行 很多中共專家學者 就如何在月亮上蓋房子的議題展開討論 相關報導也在中國網絡引起熱議 網友紛紛借機抱怨 當地面臨高房價、房貸、爛尾樓等問題 表示 可否討論一下在地球建樓 被我們這些最底層的老百姓買得起 綜合大陸媒體報導 研討會以地外建造為主題 探討在月球建造房屋的方法和相關問題 研討會罰起人 中國工程院院士丁烈雲表示 研究團隊參考了中國傳統砌足 和在兩個木構件上粒突結合的某筍連接方式 結合外國深D打印的建造方法 利用月球土壤燒出帶有某筍結構的月尊 最後再由機器人來砌足 能夠好像玩樂高一樣在月球上面建樓 不過丁烈雲也表示 該計劃其實十分困難 因為在月球上面建屋 必須克服極端的環境 月球不單止幾乎接近真空 還存在高達三四千度的溫度變化 幾乎沒辦法實施傳統的土木建造方式 所以也很難確定建築的結構穩定程度 中國探閱工程四旗總設計師于登雲說 在月球表面建造房屋 是長期探閱的條件之一 將來一定要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就目前的研究基礎 實現在月亮上面建樓的目的 至少還要二三十年甚至更長時間 相關的消息已經報導 很快就引起中國網民的熱議 有人說 常我都要還50年的房貸 連地面的樓都未建好 還想去建天上的 先將公貸面積 車位管理費 爛尾樓安排一下 小心地產開發商走路 還有人說 專家你們就自由發揮 這節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 多謝收看 如果各位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留言、點讚、訂閱 分享給更多的朋友 多謝你的支持 我們下期再會 我們下期再會 我們下期再會